好的複製是50% 不好的複製是200% 跟各位分享一個小小故事今天發生的 今天我出門前就帶著我兩位閨女 平常我玩遊戲叫做黑白黑 男生女生 結果呢 我那個大女兒今天居然跟我講 爸爸我們最近流行一個非常厲害的遊戲 我說是什麼 黑白黑白我是你 我聽到嚇到了 你平常叫我都叫爸爸怎麼今天跟我玩這個遊戲 我心裡想說 奇怪 好像貴又好像不太貴 就發現小孩的成長過程中身邊很多東西 在前一步步的話改變他 是不是他不一樣的方法做成長 我們每個人在學習一個新的東西 就很像一個小孩一樣 充滿什麼好奇 但是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像小孩一樣 還不懂得怎麼去做分辨 當今天我們聽到什麼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我們就直接學下來了 而且我通常學都學關鍵字 各位 當今天給你輸入那個關鍵字是好的 你的結果可能就會變好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關鍵字給你們是比較不好的 甚至有危害的 可能就會變成怎麼樣 不好的 所以各位 我們在做教育過程中 我們都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照著我們的教本去走 但是別忘了 今天不是我們希望怎麼做 他們就一定可以怎麼樣 環境很重要 同樣的 當今天你的生理寶寶進來這個團隊 你要賦予給你的團隊裡面什麼樣的成分 這個誰是關鍵 你自己是關鍵 但是如果這樣 你自己要不要帶過帶動 做好事情 該做的事情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來 上線必須要怎麼樣 醫生做的必須要有積極正面的心態 大老闆 相信帶頭做好的複製 這個才是關鍵 好不好 所以我們來 傳銷精髓是在做什麼事情 複製哦 在做複製哦 學做 教 絕對關鍵 但是各位 一定要先學 你學會 必須要先去做 因為做久了 才會變成你的經驗 你有經驗 才會懂得如何 教 教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難的 所以要不要一直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做 不斷的教呢 要 不斷的進化 好不好 好